欢迎收看本节目 请点击输入图片 2019年5月份张碧晨快要临产 但她也惊艳地出席了活动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张碧晨即使穿得非常宽松 但是小腹还是圆润很多 运度非常明显 双腿仍是不一丝坠肉 可见女明星的自律能力 请点击输入图片 描述2019年6月份 张碧晨疑似已经生产 她很少在社交平台更新动态 先少晒出的素颜自拍 也憔悴了很多 发际线更是后遗 她便频频用美颜滤镜 遮挡自己的憔悴 在美颜状态下 还是如少女一般亮丽 请点击输入图片 描述相比张碧晨 刚刚生产时的憔悴 而华晨宇在五六月份 则是在准备演唱会 作为顶级流量歌手 她的每场演唱会都是爆满 她在舞台上的爆发力也非常强 是炙手可热的明星 请点击输入图片 描述张碧晨一星 想要发展自己的事业 2019年7月 她成功产女一个多月以后 就出席了活动 很快就恢复了自己的好身材 一点而也看不出来 是已经生过娃的样子 请点击输入图片 描述现在他们二人 都承认了这一消息 也算是给粉丝有了一个交代 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 取得更好的成绩 给孩子一个幸福的成长环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